公元2024年3月3日消息报道 据专家表示 针对未成年的防沉迷系统取得良好效果 建议适当延长网络游戏管控的年龄范围 建立大学生防沉迷机制 游戏是大多数玩家消费成本最低的娱乐方式 如被限制 这便建议在其他地方减少收费 如高铁一折 景区免费 减少行万里路的成本 以此来防止大学生沉迷游戏